健康动物被动物园处死的消息最近是不断的发生 最近瑞士一家动物园又处死了一头小熊 而判死刑的原因竟然是为了让小熊免遭熊爸爸的攻击 为了不让他疼就让他去死 这样的逻辑实在是让人想不通 这只可爱的小家伙就是被动物园实施爱乐死的四号小熊 只有几个月的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 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三号小熊 本月二号三号小熊已经被熊爸爸残忍杀死 近日这头重达360公斤的熊爸爸似乎又开始蠢蠢欲动 他欺负四号小熊把他当作玩具一样玩弄 甚至把他抛入水中 动物园认为熊爸爸的举动会严重伤害四号小熊 于是请兽医给四号小熊实施了安乐死 据了解在野外 母熊通常为了保护幼熊会赶走其他熊性 而熊性通常会出于嫉妒 会杀死其他的竞争者 连熊爸爸也不例外 这也可以解释 熊爸爸为什么会对熊宝宝狠下毒手 动物保护团体表示动物园不应该把成年公熊与幼熊关在一起 动物园对此辩解说他们不愿意分开饲养 因为不想看到小熊没有父母关爱孤独的长大 而动物园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更是让人难以理解 至于为什么要对小熊实施安乐死 动物园给出的理由是 在冲突无法避免的情况下 他们依据优胜劣汰的原则 选择牺牲幼崽 因为大熊的生理发育显然优于四号小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